大甲殡仪馆东侧连外道路仅4米宽 每逢即日这殡葬的队伍众多 不但汇车困难 也容易出现拥塞的状况 导致出兵的仪式延迟 让民众是抱怨不已 幸好在明代等多方争取下 市府决定编列3500万元 规划将道路拓宽成8米 预计最快在今年7月底前就能完工 满足地方期盼多年的通行需求 狭小的道路上车辆汇车困难 这条通往大甲殡仪馆的东侧连外道路 每逢即日殡葬车队一多 就容易出现拥塞状况 不仅导致出兵仪式延迟 甚至还有车辆为了要汇车而跌落田间 让民众是抱怨不已 路小条 车都出现 都会讨到有的会去帮到餐桌 所以很不方便 很有用 因为这个地方是宾馆重要的连外道路 以至于常常大家要抢时间 要按照时间 要送上山头等等 所以这10年来 地方的乡亲的心愿就是 希望能够把这个路能够拓宽 容易通行 过去10多年来 地方就不断要求改善 但都因为经费不足或是用地问题等卡关 如今在明代的多方争取下 社会也决定编列3500万元 进行构地与施工 将原本4米宽的道路拓宽成8米 满足地方期盼多年的通行需求 那如果工程顺利的话 预计不到半年时间 因为这个地方是重要连外道路 我们也担心耽误太久 所以应该会提前在5个月左右 就把整个工程施作完毕 开放通行 师傅也表示道路拓宽工程 预计最快在7月底前就能够完工 未来不仅缩短了丧葬队伍通行的时间 也能够保障行车安全 改善拥塞状况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